感恩大慈大悲的观心菩萨 感恩那个龙天护法 感恩全世界的佛友和各位嘉宾的光明 佛情有情欢聚一堂 天地人合一 能让我们拥有美好的心灵和爱 让爱在佛光普照下 让我们所有的人共同呼吁 谢谢 泰国恕以千佛之国文明于世 佛教的亲和包容和慈悲的民族情怀 在黄袍佛国是泰国柔性文化的基础 所以也是世界佛教传播的胜利 能来到这里 弘扬佛法是接佛员 是每位学佛人和台长的善人所致 我再一次感恩你们 也再一次感谢所有的佛友们和嘉宾 今天我们欢聚一堂 在即将到来的泰国新年之际 祝福大家 希望大家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 这个世界天灾人祸不断 泰国的水灾造成了将近有一千人的死亡 四百四十万人困于水中 还有洪水无情 但让人们反思的想到了 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 怎么样能够避开灾难 得到菩萨的保佑 所以我们必须要拜佛 要求佛 首先要保佑众生 因为众生是有佛缘的 所以需要慈悲地去帮助他们 只有众生的平安 我们才会得到平安 台长曾经告诉大家 有一个村庄面临着洪水 有两种人两种意见 一种人说 我们应该在村口 筑起一个大坝 不要让洪水进来 每一家每一户都要为这个水坝出力 同样的 还有一国人说 我们不在村口筑坝 我们在每个人的家门口 全部筑起自己的坝就可以 最后还是想在家里 筑起自己的围墙的人多 洪水来临 把整个村庄全部的都淹没了 说到这里 就是要懂得一个大乘佛教的道理 也就是说 你要想帮助自己 你必须先帮助别人 你能帮助到别人 你就保护了自己 所以我们学博人 首先要帮助别人 自己才能得到佛性和平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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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